大陸大陸 第三個 我要請教一下我們運動發展區 就我們現在 我們大家都在講 醫院同事 我們現在台北市的國民運動中心 目前有12家 我們新北市的國民運動中心有13家 桃園三家 海中三家 還能講 六層裡面就是有高雄市沒有放假 那針對這個部分 修教育 運發球 在未來 還說我們有什麼期程 有什麼規劃 我們高雄市可以成立公民公主 其實比較更文人 那謝謝議長 也感謝我們五公議員的一個關心 那確實包括剛剛講的 新北市其實還有三座還要再蓋 那屏東也有一座 確實我們高雄民族都沒有 好像 第一個這個事情 市長也非常的重視 所以說 我們四月份就已經針對 邀請了學者專家 針對於高雄市可以優先去新建運動中心的地點 做了一次調查 那麼結果 高雄市包括優先的包括前陣用詞 還有五三區的文小二十六 還有原城區就原城活動中心 兩部分的二二八公園 這個是最影響的一個位置 那洪市長 洪市長也非常關心 然後帶著我們五月十六號到教育部 特別去爭取運動中心的新建的一個費用 很可惜就是我們已經錯過了 就在前朝的時候已經放棄了中央專案補助運動中心的一個費用 所以他們這個已經算是結束了 那不過就是說明年底會 教育會推出類運動中心給二級的城市去申請 所以第一個就是說這個是未來還是有一個申請的一個機會 或者是比較久遠 那目前來講就是我們鳳山運動園區的提示能中心 六月底也可以完工了 所以我們預計在十月份也會外經營了 所以說預計十月份可以進入到市里運的階段 那實際上這個提示能中心加上旁邊的游泳池 基本上就符合運動中心的這樣的一個功能 但是就是跟我們所謂的國民運動中心的All-in-One 所有的運動設施器材在同一個建築物當中 目前是高雄是沒有的 那這第一個就是我們有在鳳山這邊會有 那接下來就是說我們有幾個地點 包括男子的運動園區 中正的運動園區 包括三名養廠酒采場的位置 其實我們這三個都已經在進行可行性評估 在那一年一月份就可以完成可行性評估 所以我們也要朝向所謂BOT的方式去推進 所以我們也要鼓勵所謂我們投資的企業 能夠針對我們高雄的運動中心來合作 這樣子好 好謝謝局長 所以說請教你請教 所以說為了提供市民運動的需要提上運動的風險 我是希望我們局長跟我們市府 能夠盡速的新建國民運動中心 那我們新建國民運動其中的相關作業 是有貨欠需求的 所以說我是希望就是說 我們在前鎮小港 有比較地大 人口也比較多 然後交通也比較便利 所以我就覺得未來在考慮上面的話 可以先和我們前鎮小港 可以先暫時 因為你看我們的夢時代 常常都要辦運動賽事 幾乎每個運動吧 所以說標 代表在附近所有的運動的風氣的帶動之下 大家是非常樂的 所以我是希望局長 可以針對這個部分 可以下去認真的去推動